好 繼續來看到這樣畫面真是讓人撒壞 你看整台車就這樣衝過來 在台北市五分店鋪有一扎雞肉飯 這個午餐時間 天安遭到這個車子衝撞 一輛休旅車 他是為了閃避走轉機車 先是撞路邊有一輛貨車 接著就失控撞進了7樓 店家和客人都沒事 只有乍死同車的太太情傷 兩名店員聽到碰撞聲響 馬上往後躲 一輛黑色休旅車直衝店面 撞開櫃台才停住 車頭前面還附贈一輛被他撞壞的機車 照室駕駛就是這位七十歲的林先生 他沒有騙人 通過路口時 確實有一輛機車走轉到一半 才發現對象有車 緊急煞車 在目送林先生的休旅車撞進棋樓 不只休旅車有災情 閃機車失控時 先撞上路邊的瓦斯車 又撞到附近五輛機車 最後才衝撞雞肉飯店面 這場意外牽涉兩輛汽車和六輛機車 只有休旅車駕駛的太太受傷送醫 警方正在釐清肇事責任 雞肉飯小吃店有多少財務損失 目前還沒統計出來 兩名店員 面對汽車一面衝撞 顯得嚇壞了 正在吃飯的客人倒是相當淡定 從頭到尾都沒站起來 也面不改色 看得出心臟潮大科 記者綜合報導